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1月29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汶汪 大家好 紐西蘭的二德台洋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西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 近來如果大家有買股票那些股民 每個人都嗆嗆聲 因為出現了全球性的割韭菜事件 內地叫割韭菜 專業一點說就有人沽空的市 昨天香港都被沽空了六百多 但是其實全世界尤其是華爾街 看下去最大的新聞並不是被沽空的 因為連年都一定有些壞人做這些事情 而是另一隻股票 有一隻股票是近乎是快要倒閉的了 才是被人做空 被華爾街大學做空 但是竟然被股民擊退了 就引迷一時佳話 這隻股票的名字叫GameStop 現在公司主要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賣油 顧名思義是賣遊戲遊戲的 就做到上市的 在美國叫GameStop 在北美就叫EB Games 據說在澳洲都有分店 都叫EB Games 我也是叫EB Games 就是不同的名字 其實在疫情之前 都已經做得不太好 因為自從大家都知道 有網上購物之後 他都嘔血了 上網買都可以 買遊戲 對 所以 其實 當這個疫情來到 更加嚴重 在2020年第三季 就虧了10億 比同期下降了30%的銷售 正虧損是1880萬美金 甚至比2019年 如果跟2019年比 是虧了差不多成億的 虧了8300萬 所以 基本上是吊頸的了 甚至說要關分店等等 那些股價呢 在2020年的8月那時候 就已經說 我們政府是跌到 不夠5美金 快要退市 結果 就有人乘機多踩他兩腳 就是說現在的大惡 其中一個就是 如果大家看過 我以前有一套電影叫做 The Big Shot 就是講這個 華爾街有幾個奇人 就看穿了這個 叫做刺案危機 於是就跟這些大銀行對賭贏了 其中一兩位呢 都插了一腳下去 要突爆他的 就根據記錄呢 就突爆到97%了 即是快要整死他 但是 在這半年之間 突然間 就暴升到148元 變成了繞股 當然很多人說 你變成繞股 當然是有股 在今天呢 在今天 我就這麼說 今天 開市的時候 就升到263元開始 到12點之前 就跌到126元 到我們現在錄音這一刻 它是升到238元的 最高的時候 就469元 哇 過山車 簡直是繞到不繞 是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原來竟然是跟 是跟網民有關的 那何謂網民呢 就是 有一個 2005年創立的網站 叫做Reddit 就是你當是支付 這樣的網站 裡面呢 就有一個專門講炒股的人 的group 是 這個叫Reddit 最厲害 實情 特朗普呢 去競選總統的時候 都是去那裡 做這個訪問這個網站 就是說 你問我 那些這樣的事情做過 可以知道 這個網站 對它 是在美國來說 是很重要的 英語世界 是啊 我自己都經常看這個網站 就是類似支付這樣的網站 是不是 不是 是類似論壇的網站 就是連登 支付比較像支付就是cora cora就是支付 cora就是支付 那Reddit 嚴格來說 就好像內地沒有一個類似 嗯 就是沒有一個類似的 我看它有些平 就像它 都算像的 都算像的 其實嚴格來說都算像的 因為都是人家問問題答問題 其實嚴格來說都是差不多的 你說的都沒有錯的 就是它不是 就是怎麼說呢 如果你說cora 就是cora 就差不多一模一樣 就是和支付 那這個就距離遠一點 但是都是像的 你說的沒有錯其實 就是我覺得 好了 這個Reddit網站裡面 就有一欄就講股票 那這班股票佬呢 就是看中了 GameStop 他們 首先這班人呢 他們是相信一件事的 我們是不需要看圖表 不需要看成的 只要我們集役成球 那隻股票 那隻股票就會上去 什麼圖表什麼業績 任何事情都不用說 我們只是 我們用錢去做市 我們認為這隻股票值多少就值多少 大家有念力和銀子 就做到的了 念力炒股 是的 在這個論壇裡面 就很多人都認為GameStop其實是可以的 可能裡面有很多值 於是 當然有人說 有人做空 說現在大惡做空怕不怕 那裡面有一條人 然後呢 就有一個網友 就是 他說 他用 他分身 就說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信念 我們去跟他決一死戰 於是就走去 走去跟那班華記家大學決一死戰 其中最有代表性呢 就有一位叫做 DeepFValue的網友 就是有些粗口成份 我不方便說 他是用五萬美金 在他最低點那時候 大約五美金那時候入市 十七個月之後呢 以五萬美金變成一千一百一十七萬 漲了有二百一十倍 很厲害 韭菜可以割 是的 而其中一件事 為什麼他們這麼相信呢 就是因為 其實有另一個大惡 是入股和這班做空佬對抗 這個人叫做Ryan Cohen 他就是另一間叫做 另一間有名的投資基金 叫做RC Ventress基金的成員 是一間知名的寵物用品 的電商的聯合始創人 他就決定入局 就向這班孤空佬對抗 這個人大手買入了這個GameStop 簡稱GME 一買就在2021年的1月11日 GameStop馬上就說 這個Ryan Cohen 你就是我這間公司的董事了 於是在四天之內 由5元漲到40元 漲爆到125% 而這個Cohen 他自己本身是做 做開電商 就是電子商貿買賣 他就直接大大聲說 我們要成為這個遊戲機界的 I'm Emerson 這樣說 於是很多華爾街投行 就一起入股 說 在這裏跟那些做空佬 不停鬥 那隔空 鬥到飛起的時候 結果那些做空佬 就在其中一個 在社交帳戶的時候 應該在Twitter那裏說 GameStop 他直接在那裏說 GameStop股票的買價 一定輸 這個pocket game 我們咬硬你 這樣說 一說完 就扯他的股價 扯回到20元 那些信徒 在裏面那幫 你當年燈仔 不過很有錢的年燈仔 你這個死人 你和我玩Soul Hand 你當你是Texas Hold'em 大我 好 於是就傳承 所有的人 就丟過去 1月22號 突然間飆回到65元 由於實在太厲害了 直接是要封盤 當日的承包量超越1億9700萬 是瘋了 但是對著對著的時候 突然間就多了一個人 來插一隻腳 真的插他一刀 是什麼事呢 搞得那些對沖基金佬 嘔血 有個口癢 這個口癢 這個口癢 就是明星級的口癢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馬斯克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叫做Elon Musk 但是唯一他一個可以被人記起的就是Tesla 這個人竟然就 只是在他那裏寫了一隻字 引述這個彭博新聞 講Reddit這件事 就是GameStop 講完之後就報章 刺近一點 這個更好笑 那一講完之後 就現在有兩個 就是其中兩個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BIGSHOT那些基金佬 就說我們認輸了 這樣說 不玩了 這個對沖基金的名字叫做Melvin 就被散戶迫空了30% 輸到值 輸到值 那些基金佬 那就很開心了 好像我們網民終於 成為歷史性的時刻 見證了歷史性的時刻 是啊 台洋買了股票就很開心 那現在呢 據說 這一個Reddit這幫人 就很開心 贏了一張就想誠勝追擊 有幾間公司都是做的 第一個 就是要買黑莓 加拿大的黑莓Battery 大家都知道 你從蘋果手機出來之後 他都沒有一口好吃 第二個呢 就是American Airlines 還有 軟線公司AMC 都被看好的 不過 由於有這些事情發生 他們通常是用這隻 online的apps 來做這個買賣 這隻呢 就叫做Robinhood 他剛剛在今天最新消息 問他 我們要停了 你們買GameStop 和AMC的股票 我們需要整理一下 那一聽到呢 有些人就call out 就要控制 集體訴訟 Robinhood這樣做 不對的 這件事在Reddit 是排得很高的 class action against Robinhood allowing people to only sell is the definition of market manipulation 如果你只准人賣 就是操縱市場了 那這個class action 就一定要開始 做了 這樣 正啊 對 很開心 看得到 其實Robinhood 他這件事 是很差的 他就是把人家買賣的資訊 就銷售出去 這件事 是啊 你在Robinhood買賣 他會把你的資訊 賣出去 將你怎樣炒股的資訊 賣出去 給人的 那這件事 是歷史性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Robinhood這些證券商的apps 的散戶交投量 是2008年以來 首次超越了倫敦交易所 和nextec的交易量 就是說散戶利用了 這些Robinhood證券商的apps 是可以和正統的交易所匹敵 是第一次 歷史上 第一次 那有些人 你說 你說 有些人就認為 是因為 這個美國政府大量引銀子 派錢派check給一些人 那些人手頭有銀子 就走去 而成功 就是有這樣的分析 那 那 不一定的 你說派了那些錢 就拿去賭 一定有這樣的事情 香港派錢 結果就派了去澳門的 其實那時候 有一個說法 就是香港為什麼 6000元之後 這麼久都沒有派錢呢 就是因為 派6000元 派給香港人 起碼都有4000元 回到澳門的 所以 所以就沒有派錢很耐辣 那就是 就是賭 賭是人人 到處都會有的 但是你說是否會 就是美國人會拿去賭下股票呢 很多 如果他拿了一張 拿了一張 check 跟著他沒有什麼用的 那些錢 那他放下股票都是正常的 那他結果都是救了 救了股市 那 現在這個 剛才要說回那個 Robin Hood 其實本來 Reddit那幫傢伙 對他有些期望 就是Reddit那幫傢伙 本來就很不喜歡 那些華爾街大鱷 其實Reddit 是一間美國西岸的公司 其實他裏面的人 玩得很久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西岸人 其實美國西岸和美國東岸 那些人 根本 很多時候想法的方法都不同 美國東岸那些人 想法會比較 尤其是華爾街 就是金融先走 總之就是金融的穩定性先走 而西岸那幫人 直谷那幫傢伙 主要是代表性人物 他就覺得你那些規矩 根本就 根本就 根本就覺得你那些規矩 不是 是爛規矩來的 那現在 實際情況就是 他裏面 有些 大家不同的 力量在這裏 拉斜近 拉斜近 是啊 等於剛才說 基本上是有些基金 基金的人 是想 入了局 是跟對方 做空派對賭 然後Reddit進去 插著腳 但是現在 現在其實 不讓人開新戶口 有些經紀 他覺得Reddit那幫人 你這樣 你下去買這個 Gameshop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變成了 他們那幫大惡玩不贏 大惡玩不贏的話 會不會導致 有更多的規管呢 現在有些人 就調查著 究竟當中 有沒有涉及 所謂的 就是有些人為操作 現在美國政府出了聲的 是密切監視 政監會那些 每條貼都跟得緊 Reddit那邊 是 因為是很鬼 你這樣說 是 整個字聽 是 其實也不太鬼 我覺得 你看肥佬黎那時候 那個操作 已經知道 根本這些股市的 根本就是 你有錢有人扔下去 那他就會升的 那隻股票 尤其是那隻股票 不是那麼大隻的時候 是不是 是啊 就是 因為他本身 他剩下幾千的時候 他是 很容易炒起來 有人炒起來 有人炒起來 是很容易炒起來 是不正常的了 但是 每一宗交易都是合法交易 那麼 是合法交易 但是 我的意思是 這樣很容易 是被人操弄到的市 那是不是 對呢 因為SEC有條規矩的 SEC規矩就是 你做些事情 影響那個 成交量 就可以是 操控市場的 那現在那些股票經紀 他不讓人買 那就減低了 那個 成交量 你一減低了 那個成交量 就真的 就是操控市場 其實現在會 現在他們 Reddit那些人 集體 集體其實是 投訴這個Robin Hood 就說 他們是 操控市場 因為他們不讓人買 而且 現在 美林 都不讓人開 即是美林 現在都不讓人買 Mirror Edge 很大 你不讓人買的時候 他不就是會跌 是啊 你這樣 這件事 真的是操控市場 短正 是啊 你可以賣 你不可以買 現在最糟糕就是這樣 現在有一家 另外一家 經紀叫做 Interactive Brokers 這個我都聽過 就是 經常都賣廣告 這個 Interactive Brokers 那他現在又是做同一樣的 只是准賣不准賣 那這些就是操控了 就是這樣做 這些就是操控 這些就是操控 斷正的 其實 那個 那間 Hedge Fund 那間 對沖基金 叫做Citadel Citadel 那他應該會輸很多錢 就是這次在Gameshop這裏 那這樣的情況呢 會令到很多 很多這些分佬 就很擔心了 喂 搞得這隻 就搞到第二隻了 我怎麼知道 下一隻會是租養的 現在已經搞緊了 但是你們的分佬玩開 沽到別人下班 那些散戶 就生氣了很久了 生氣了很久了 沒有仇報的 經常 是啊 經常沒有仇報的 經常被他們拿 就是在華爾街上 經常被他們困水 接著之後沒有仇報的 所以現在 報到仇其實是 大家很happy 我看到也很開心 其實 是 雖然我沒有分佔一水 就是你沒理由 你怎麼說 現在就做到一件事 就是不用貼街招了 你明白嗎 對 欠債還錢 這樣就大件事 現在你這樣 炒掉他玩謝他 他更過癮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傻 大家一起 哦 那如果這樣炒開低的 好像某位著名KOL 最喜歡炒低的 他就很麻煩 好在他早生幾十年而已 遲生十幾二十年 可能都被人搞死 現在提供一個 現在很多美國的經紀都不准買 不准買 但是准買 但是有一間是可以馬上買的 就叫Fidelity Fidelity做得不錯 Fidelity 有些網友就說 他馬上放了一萬元 馬上給他買 沒所謂 因為Fidelity他自己都有基金 他但是沒有對沖基金 可能自己都被那對沖基金 玩謝了很多次 就是報仇金報 是的 這次其實雖然是標誌性事件 小股民反撲 現在是大惡的 我覺得是的 都可以算的 我也是 我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通常你看看香港就不行 香港其實就找些什麼師傅出來 又講一下你 派課給你 其實就 香港就沒有 沒有基層大反擊 就沒有試過 沒做到 沒做到 下次找一個來試試 下次找一個 可能五年之後會有一隻出來的 某個KOL要上市 在什麼燈那裡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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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他試過一隻 肥佬黎 但是肥佬黎那隻 肥佬黎那隻 基本上 我覺得是他們操作的 是他們操作的 還有 剛才你說 Reddit和什麼燈是類似 我不同意 Reddit的人厲害很多 你要認真看一下 很多的資料 還有 Reddit裡面有很多科學家 我沒有說到 Reddit像什麼燈 嘉嘉燦說 Reddit有點像什麼燈 不是 有些元素 有支付 有支付的元素 有支付 但是其實Reddit的人 是厲害很多的 你認真看一下 我日日有時候 工程上面的東西 我都在Reddit問 他們不是全部對 但是他們 答出來的答案 是看得下的 真是看得下的 挺厲害的Reddit的人 說句老實話 這件事 白宮就說明了 Monitor White House Monitoring 這樣說 這一次都算是標誌性事件 看看香港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天 小股民 網民 大翻身 我想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變成新一集的大時代 會不會 大時代 2020多 203多 會不會 不得而知 不過現在其實很多經紀都不准 不准買 只是准買 不准買 但是 Robinhood是最離譜的那間 還有 現在有些網友就說 你不要就把那個倉 轉去 由Robinhood轉走 就是Robinhood那些 就留在Robinhood 肯定被人告到 脫肺 現在 最好 集體訴訟 由來自美國 這些很流行的 久不久都會做一次 是 幾個小時前 就是說 當這個Robinhood 一禁掉了 share 那時候 GameStop是大跌的 不過正如我們說 跌到160多元 120多元 那時候 現在扔上去 扔上去 扔上去230多元 因為還有經紀肯做 Fidelity 也可以 如果要去開戶 但是 美國還有 TD Ameritrade 都不准買GameStop TD TD就是銀行來的 應該 如果沒有搞錯 就是我自己 其實 不在美國長住過 不過見過他們 那些大概記得是銀行 那 只有這兩間主要 是 你不說他 不繞都不行 因為我們錄的時候 他就是230多元 在2點鐘那時候 230多元 2點05分那時候 不是 就升到431元 15分鐘之後 跌回到237元 是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真是你不要說 擾股擾到很多人害怕 不是擾股 最主要是經紀不准人再賣 只准人再賣 是 你搶一個 另外一家叫Webu Webu 也是不准的 或者叫Webu 不知道 就是 但是他也是不准 只是准人賣 不准人賣 可能有人畫圖 今天 今天的圖片 很明顯 就是一隻中指的圖形 是的 這個是一隻中指的圖形 是的 還有一個畫圖 在這裡 畫這麼穿 神經病 是的 你不說我都沒有留意 嚇一跳 現在是大鬥法 就是 上年美國大時代 這些好玩 你不讓人買 其實是很離譜的 這個就是不適合 不過現在美國 起碼都有三間經紀 就是這樣 但是剛才我講過 Fidelity 就可以繼續開戶口 繼續入 不是幫他們買廣告 但是 如果有些美國網友要買 要追這個 要追這個Action 那就要去Fidelity 但是其實這些股 我一直都建議別人 不要沾手 因為 你看一下戲 就不會輸錢的 你又 又不可以買10元 如果你買了10元 就沒有所謂 10元買它升 10元買它跌 但是不是 嘩 真的很漂亮 不過這樣 不過 Class Action 未必搞得到的 有個網友就說 在Reddit那裡說 因為原來 你加入這個Robinhood的時候 你就同意了 只是仲裁的 就不可以告他的 但是 Arbitration 你都可以堆死 這個Robinhood 遲些 這個是律師 他遲些會教 就是在Reddit那裡寫 他自己是律師 遲些會教那些網友 怎樣 用這個 指 來戒死 這個 沒有問題 現在 搞笑 We can kill them with 10,000 paper cuts 就是只戒手 十千東西 就是一萬東西 不好意思 好像馬來西亞的人 說十千 現在有些 美國的law firm 就是做這些 Mask Arbitration 接著原來 Uber 試過一次過 接著 Uber 是要賠6億給人 所以有得搞 好了 我們這一節就 講到這為止 我們下節再見 拜拜 拜拜